欢迎收看104年12月21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陈丽婷 新闻的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 消息会公布南部十大消费重点新闻 其中九项都是食安问题 底薪威英冲等六人无罪 毫无意外名列第一 而十大消费新闻中唯一的小确信是 超商开通了一卡通的小额消费 为了阴影耶诞节跟冬至的到来 观光大使高雄雄穿起了圣诞装 出现在乐群国小的幼儿园 陪孩子们搓汤圆 过程中还发送糖果 让小朋友是又惊又喜 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 为了加强大家对于抗震科学的认识 连续举办11届的土木杯抗震比赛 今年吸引了全国28所学校 共140对参加 水准更胜以往 最后是由海情商工建筑科 一年级的学生脱颖而出 今年南部十大具有代表性的消费新闻 在校机会的评选当中已经出炉 光是食安问题就整整占了九项 可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 还是相当的忧心 而票数最高的当然就是顶新搜邮案 温应冲等六人被告被宣判 被判无罪的消息 南部十大消费重点新闻 你觉得什么样的议题会上吧 然而票数最高的当然就是顶新搜邮案 被告温应冲等六人被判无罪的消息 消息会表示对后续的上诉 也会持续关心与推动 其实我们在消息会 我们南区分会明显可以感觉到民众对这个判决 不只是愤怒 也包含是所谓的无助 十大消费重点新闻一直与消费者最有直接关系的消息 除了顶新案入选的还有豆干加入双氧水 以及侵流感扑杀十二万只鸡 和饮品农药超标等等 十项当中就有九项跟食物有关系 一再显示食品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议题 所以把一些之前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阴暗面的事情揭露出来了 所以今年所投票出来的这个结果 压倒性的以食安为重 不过还好有个小确幸 那就是超商开通一卡通小而消费 也是十大新闻当中唯一正面造福消费者的好消息 但未来消息会要如何把关食品安全 看来消费者还要一同努力 这十条新闻的每一条都会是我们未来半年到一年内 我们后续举办包含相关研讨会 或者透过法界或者一些民众的力量 继续努力来做的一些重点的方向 其他透过十大重点新闻的宣布 能再次提醒消费者食品安全的重要 除了人人求自保 遇到问题也要懂得找管道申诉 港湾新闻超王和陈离婷采访报导 为了因应耶旦节跟冬至的到来 观光大使高雄雄穿起了圣诞装 出现在乐情国小的幼儿园陪孩子搓汤圆 让小朋友是又惊又喜 高雄雄又搓出了一颗又大又圆的大汤圆 为现场带来了许多欢乐 过程当中还发送糖果 当起了圣诞老公公 引起小朋友热烈的欢呼声 到底谁这么有魅力 原来就是人见人爱的高雄雄 不过今天的高雄雄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穿上了应景的圣诞装 化身成为圣诞雄 要记得拥抱他的时候 不要这样 然后不要这样 不行哦 今年是高雄雄第一次过冬至跟耶诞节 21号上午在观光局长 许传胜的带领之下 高雄雄来到了乐群国小 要陪孩子一起搓汤圆 小朋友对于这位特别嘉宾的到来 是感到又惊又喜 那今天跟高雄雄来搓汤圆 对不对 那你喜欢高雄雄吗 喜欢 你喜欢搓汤圆吗 我没有搓过汤圆 那今天搓汤圆的感觉怎么样 很好 高雄雄还搓出一颗大汤圆 让现场所有人是哈哈大笑 他还担任起圣诞老公公 发起糖果 让小朋友更加陷入疯狂 这次观光局 特别结合圣诞节与冬至 东西方两大节庆 一同庆祝 高雄雄呢 特别打扮成圣诞老公公 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来 共度马上要来的 这个圣诞节平安夜 我们这个融合东方跟西方 民属的这样子一个节庆活动呢 带给小朋友快乐的一天 另外高雄雄也邀请幼儿园小朋友 一起跳舞 台上台下热情满分 共度一个特别的冬至夜旦节 高雄雄雄和陈丽婷 台访报道 同样是搓汤圆的活动 林雅区上里社区 结合了喜汉儿协会 共同举办搓汤圆DIY 只见每个社区居民 乐在其中搓汤圆 商议里里长曾蔡玉燕 也特别制作了咸汤圆 跟甜汤圆分享给参加的李明 在冷冷的天气当中 让现场每个人都感受到汤圆的暖意 与好滋味 面团一发下去 只见每个人捏成一块一块的搓啊搓揉啊揉 希望赶紧把手中的面团揉成圆圆的汤圆 其中这位妈妈从来都没有搓过汤圆 不仅感到有趣也很有成就感 今天搓汤圆觉得自己搓得怎么样 自己给自己分享 98好了 98 搓起来很开心啊 开心 真的第一次搓汤圆 那打算把这些搓的汤圆 自己回去煮吗 还是 应该是自己回去煮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份啊 上益社区结合喜汉河协会 共同举办DIY搓汤圆活动 不分男女老幼 近百人将会常挤的水泄不通 想一尝搓汤圆的乐趣 大家搓 我们分材料一盒 就是大家搓完甜的汤圆 黑白的汤圆 白红的汤圆 拿回去 我们后面有另外搓那种包吧 肉 好酱 包那个肉的 等一下还可以品尝 肉里面就是包香菇啊 还有那个虾皮啊 就是上面用冬 挡鹅啊 就等一下大家会一起吃 另一边喜汉儿协会也挤满了人 家长带着孩童一块出席 体会搓汤圆的乐趣 小事啦小事 对对对 他们喜欢参与这些活动干嘛的 很高兴啦 而且也很高兴啦 他们经过训练以后 一般都还是一般简单的事物 他们其实都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他们非常的单纯 跟喜悦 然后我们在做活动的当过程当中 他们也得到很多喜悦 而且我也希望社会当中可以给予他们高度的肯定 体验完搓汤圆当然也要尝尝汤圆的好滋味 里长蒸菜鱼燕煮汤圆的功力一等一 不论是包肉馅的咸汤圆或是南瓜抹茶搭配的甜汤圆都难不倒它 一端上桌马上就被抢光光 肉很新鲜很不错 大家都很清洁这样很热闹 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那个皮很香好吃好吃的很高兴 选在冬至前一期举办搓汤圆吃汤圆的活动 上一社区长辈小孩各个吃得开心也玩得开心 无形当中凝聚的情感也传承了冬至吃汤圆的习俗 吃汤圆真开心 上一社区战战战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 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 为了加强大家对于抗震科学的认识 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的土木杯抗震比赛 吸引全国28所学校共140对参加 每一对在参赛之前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规划与设计 水准更甚以往 最后是由海清工商建筑科一年级的学生脱颖而出 参赛的高中职学生仔细地将自己的作品摆放定位后 比赛正式展开 只见桌子开始上下左右摇晃 越摇越大力 有些作品耐震不够 没有多久就立刻隐身倒下 不过有些作品却相当稳固 牢牢地盯在桌面上完全不受强症所影响 如果它倒了我们一定会很难过 好险它没有倒 有先试做过一个 然后很快就倒了 然后很不坚固 然后就改良了一下 在柱子里塞了圆柱 对然后就变比较坚固了 学生们骄傲地拿着自己通过测试的设计作品 在接近921强症的阵度下 还能够完好如初 肯定花了不少的心思 而随着高音大土机杯迈入了第11届 参赛的组别和学生越来越多 让大家的水准也都不断地向上提升 那个等于是四分之五级的 这个921的加低 那个加速度的几次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参赛选手 跟往年来讲 数字上面是不是一样 是有逐年来提升的 由高音大举办的第11届抗震大作战 全台一共多达140对参加 主题就是无差别格斗 除了模型的结构尺寸统一重点规定外 其他全由学生们自行发挥 除了让学生对于建筑安全结构的原理 充分地运用 也让大家对于防震耐震 有更深刻的体认 因为抗震在建筑里面 或土屋里面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他们藉由这个实作的观念 把他们所学的东西 融入到他们的作品里面 那藉由我们这个六种的抗震 这个摇一摇 摇出来他们真正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样的话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 在激烈的竞争之余 也能看到各组的同学们互相交流 提供彼此的心得 让每个参加的队伍 不管有没有得奖 都能够透过这次的比赛 守候满满 港独新闻 中复报导 这两年高硬大土墓碑抗震比赛当中 还增加了一项相当特别的竞赛内容 就是桥梁创意变变变 参赛的队伍只能用500元的经费 购买食材 再利用食材做成桥梁 每个队伍发挥巧思 同学们都善用食材的特性 做出来的桥 还真的会让大家叠破眼睛 大家的桌上看不到做桥梁 应该有的建材 摆放的几乎全是食材 甚至烹饪的炉具都出容 还现场煮了起来 有些更像是厨师 拿着小刀用西瓜和红萝卜做雕花 明明是桥梁比赛 怎么变成了像在角逐料理达人的头衔 我们的鱼桶的概念 当初是不知道根本要做什么 因为桥蹲太平反 桥很平反 所以我们以鱼的概念下去做 就是我们想要呈现一种 绿色环保的概念 就是想要让那个 就是整个整体都是用绿色来呈现 原来是创意桥梁比赛 主办单位给每组五百元 让大家自行购买桥梁的建材 只是同学们买的建材 还真是与众不同 而且有些材料像是西瓜 只需要皮 果肉只好请大家现场帮忙消化 青菜 水果 豆干 海鲜 比菜市场的种类还要多 应有尽有 而且桥面的设计让您绝对猜不到 因为我们觉得用海鲜来做我们的桥面 跟我们学校很契合 可以让评审就是对我们有更好的印象 对然后我们会用课与下课的时间 然后留在晚上留在学校做讨论跟设计 去年第一次举办的桥梁创意 变变变广受好评 今年再次举办 吸引了22所学校组队参加 让同学们利用各种材料发挥巧思 不过就算要用石材搭好一座桥 也要计算桥墩撑不撑得住 施展创意的同时 也要有务实的基础 桥梁是我们土木工程里面很重要 很常见的一种结构形态 那为什么用石材呢 因为石材是随手可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他们可以边做 还可以边吃 像他们在玩的过程都做完之后 就把它吃掉了 像去年只有16队 今年22队来报名 所以是可以发挥 充分发挥年轻人的创意 用石材做桥梁 借由轻松的比赛内容 让参赛的同学们 在设计和组装的同时 也能够对于土木工程的相关原理 有更多的接触与认识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独居老人不管是十一住行 都要自己来 一旦发生紧急事件 通常身边并没有人可以帮忙 民族里里长有鉴于这样的危机 于是在里内的每个独居老人家中 都装设了急救灵 只要一按下就会轰轰作响 也算是对独居老人的 另一种安全保障 只要一按下按钮就会轰轰作响 这是民族里首创的 独居老人家中急救灵 只要长辈身体一不舒服 或是遇到紧急意外 甚至是小偷 就能透过急救灵向外求助 在民族里内 一共有八位独居老人家中 有装设急救灵 为了就是保护这些长辈的安危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急救灵的效用 里长都会定期到长辈家中检查 并教导他们如何使用 独居老人往往没有亲友陪伴在身旁 在民族里可以靠着急救灵向外求助 无非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以免发生突发情况 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遗憾 这个救命灵 不妨也给其他区里参考参考 港湖新闻李嘉隆 陈丽婷采访报导 位于前津区有一间咖啡店 店内处处都是挥斜的用语与逗趣的图案 老板竹竹因为从事设计工作 店内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尤其是让他引以为傲的拉花 没有做不出来的图案 许多人就是冲着这份惊喜 来店里享受轻松的咖啡时刻 由设计师转行改开咖啡店 到处都充满了老板娘的巧思 不管是墙上的绘图 或是店里的摆设 都让人耳目一新 虽然是开在不起眼的巷子里 但是已经拥有一群死忠的消费者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很爱做吃的 然后又很爱喝咖啡 对 然后因为其实以前私下 我就常常做东西会给朋友吃 然后他们就想说 其实你有这方面的常才 你要不要就把它运用在一家店里面 除了装潢之外 这里最特别的莫过于咖啡上的拉花 老板娘将咖啡的奶泡当成了画布 巧克力酱当成画笔 可爱的立体堆花 真的会让人舍不得喝 用汤匙堆 不是像一般的用那个 直接用拉花杯 所以跟外面的真的不一样 因为外面就是很简单 你用拉花杯 然后你的这个 我看它好像是立体的 其实就是等于把它当成花花在做 这个手的控制的力道要非常的精准 对 要慢慢练习 对啊 不然一下子就要回 然后就失败了 其实它是可以补救 真的啊 可能我们一般人没办法 只有你才有办法 不用花太多时间 三两下咖啡上就多了一只立体的柴犬 是不是真的很可爱 原来奶泡也能够作画 不过这可是花了老板娘不少时间 苦心练就得来的功夫 其实我也失败蛮多次 真的吗 大概几次 最高纪录 就是我其实前后练习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一天最高纪录我失败到40倍 除了擅长的立体对话之外 还会有顾客指定图案 让老板娘尝试 久而久之 现在技巧相当纯熟 还欢迎大家带照片来挑战 让顾客在享用相同的咖啡之余 更能够看到专属于自己的客制化对话 港东新闻综合报导 高雄文学馆位于绿意盎然的中央公园 紧邻城市光廊 从1954年开始作为图书馆用途 2003年因应高雄市政府都市美学的空间营造 转型成为兼具文学创作与休闲功能的 优质阅读空间 提供市民更多精致的文学食粮 藏身在中央公园的高雄文学馆 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 虽然只有两层楼的建筑 不过周边添加了许多装置艺术 来到这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文学气息 因为馆设空间有限 没有办法在室内做扩充 所以我们就结合中央公园的简致 就像我身后的这个叶石涛纪念雕像 是在我们民国98年 特别争取了公共艺术基金 创立了这个叶石涛纪念雕像 那还有在我们的入口意向 特别我们设立了一个高雄文学广场 有数百支的自来水笔 自来水笔 对 用象征的意义 就是象征我们高雄作家创作源源不绝 光是外头就可以让大家停下脚步驻足欣赏 而在文学馆内还有多达13万册的藏书 更收藏了多位高雄作家的亲笔手稿 除了让民众能够认识在地的作家 更能够近距离透过手稿 看到这群作家写作的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高雄文学馆最大的特色 主任你们怎么这么有会言 想要把这些东西给保留下来 对 当初我们文学馆成立的时候 就一直想帮我们高雄作家 其实我们有300多位作家 可是因为管事空间有限 我们目前典藏200位高雄作家的资料专区 而在大门口的五个大字 也是由知名的叶石涛老先生亲自提笔 非常的有特色 对于文学有兴趣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高雄文学馆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一起来看港都生活讯息 请你之前方面大家ő chwil可看看九国年每一千 MJ 有点资料 polynomial 那么ving 第二十三个月 都是三个月 前方到幕北新家 ode 两个月 明天的天氣狀況如何呢 透過高雄都會氣象台 帶您一起來關心 高雄台南屏東地區 寒時多雲氣溫18-24度 南投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地區 多雲短暫雨氣溫17-21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區 英時多雲短暫雨氣溫18-21度 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地區 多雲石晴氣溫14-23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聞 祝您事事順心 我是陳麗婷 我們下次再會 英時代表在武污市之下 放棄前地向後 放棄前地區 曼谷 香蓉 華蓮 世曼 英時代表 英時代表 中緩 英時代表 限高雲 英時代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在地人的心 庆联港都有线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 敬请锁定全国最关心区里的新闻 社区好新闻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翅膀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飞翔 谢谢你们帮助孩子们 在逆风中找到方向 洗手把爱传出去 用心守护喜憨儿 最在地的心 最在地的庆联港都有线电视 喧嚣的城市繁华的街道 忙碌紧张的生活步调中 你是否注意到街角的鱼 不是的街阔 亲切的人们 请跟随我们的脚步 认识 曲里 大小事 大小事 自我們爸爸那一代開始 我們做香已經四十五年了 春秋冬做香雖然很辛苦 不過為了傳承我們爸爸的手藝 讓高雄人最好的品質 我願意繼續堅持下去 深耕在地 青年港都有限電視與您攜手努力 我在高雄青年到已經幾十年了 雖然四代改變 三代哪來哪就 不過我沒變 我們還是繼續青年到 為了高雄人最好的品質 我很感恩 看見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都有限電視和您一起用心 中文字幕提供 週一到週五晚間六點 盡情鎖定全國最關心區裡的新聞 社區好新聞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翅膀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飛翔 謝謝你們幫助孩子們 在逆風中找到方向 攜手把愛傳出去 用心守護喜憨兒 最在地的心 最在地的 青年港都有限電視